主料,白萝卜一个,蜂蜜,辅量,枸杞几粒,白萝卜,蜂蜜备好,萝卜洗干净,切成大段,大段萝卜切一小片备用,再用勺子在大段萝卜中间挖洞,不要把底挖穿了,倒入蜂蜜,插破好8分满就可以了,放入洗好的枸杞,把刚才的小片盖上,用盐线固定好,放入蒸锅,大火制水开, 中火,慢蒸半小时至一小时,萝卜软烂,扔出了好多萝卜水,连汤淡水一起吃,烹饪技巧,简单易做,徐征30分钟以上,连续服用3天以上,才有疗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